齐儿 你既非丐帮弟子又是我女婿 我如果让你参加比武的话 难免落人口实说我偏思 你还是退下吧 娘 当年群山大会 你也不是丐帮弟子 为什么能够担任帮主之位呢 可见得丐帮选举帮主 是不是帮中弟子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够选出最适合的人来担此重任 娘 你若是不让几个参与比试 反显得你非大公无私 这对齐哥绝不公平 这件事情呢 我也不好自作主张 还是帮中的长老来决定吧 同盟 刚才我跟梁丈老商量过 只要他德才兼备 武功福重 那么不管他是不是丐帮弟子 帮哥一直都是担任 既然如此 你们有谁想上来挑战的 有没有 叶律大爷人缘好 武功高 大家都服务他 就让他当我们的帮主好了 好 好 好 那么我再问一句 还有哪一位想跟叶律大爷比试比试 哪一位 要是没有 那么本帮帮主一职 将由叶律大爷担当 叶律大爷 我应该叫你叶律帮主 在下无德无能 多蒙错爱 唯以帮主之重任 我一定 什么 叶律大爷 小人有一句话 斗胆请叫叶律大爷 不敢 有话请讲 这个人是谁 他叫何十五 想来承诺管理 加入海邦有十余年了 武功才实际 反对你帮我 从不犀利 是个五代弟子 好 我跟何兄也有庶面之缘 何兄有何高见 请指教 请叫二字都谈不上 只是有两件事情不清楚 想问个明白 哪两件事情 叶律大爷 本邦新旧帮主交替 历来都凭打狗棒为姓 请问叶律大人 这个本邦之宝 现在何处 小人想要见识见识 奴帮主被奸人所害 那打狗棒也被奸人夺去了 这是本邦奇耻大辱 反本邦子弟人人有责 无需将打狗棒夺回 小人第二件事情不明白 还想请问叶律大爷 鲁帮主的仇 到底报是不报 众所周知 鲁帮主为霍都所害 天下豪杰无不悲愤 只是连日追寻 却寻不到霍都这个老贼的下落 这是本邦要 就算找遍了天涯海角 我们也要寻到霍都这个奸贼 为鲁帮主报仇 第一打狗棒尚未找到 第二杀海鲁帮主的凶手也没有找到 这两件大事都没有办 你便要做帮主 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你的话也是言之有理 诞生丐帮弟子数十万人遍布天下 不能群龙无首 至于寻放除奸更不是说办就办 缺得有人主持方能完成这两件大事 这也是丐帮急于水灵新帮主的原因 郭姑娘 此言诧异 也可以说 反应为国本末倒置 我的话 如何说错 依小人一见 谁人能找到打狗棒 谁人能杀了霍都 替鲁帮主报仇 我们就用他为帮主 可现在 却论谁的武功最高 便可以做本邦帮主 那么霍都突然来到此地 他的武功又比叶吕大人高 难道霍都也可以做本邦的帮主吗 胡说八道 霍都的武功怎么可能胜得过他 叶吕大爷武功虽高 却也不一定是天下无敌 小人是帮中的一个五代子 却也未必会输给叶吕大爷 七哥 你就教训教训这大胆狂徒 本邦事务 向来只有帮主管得 九代长老管得 帮主的夫人却管不得 别说叶吕大爷没有做上帮主 即使做上了帮主 帮主夫人也不应该这样责备本邦弟子 你说是不是 你 黄帮主 诸位长老 如果我胜过业力大人 那么这个帮主之位 是不是也由小人来当 还是等到货帮沙仇 再封他为主呢 不论是什么人 他若不能够战胜群雄 那就当不上帮主 日后若不能够互放沙仇 终也是愧居此位 小旭如果是当了本邦的帮主 那两件大事他不能够不败 但如果他胜不了你 他怎么能够升任此位呢 皇帮主言之有礼 那么叶玉大人 现在有小的先领教您的武功 然后再寻霸 出奸 小人才疏学浅 本不敢担当帮主之众人 若和兄肯于赐教 那好得很 好说 请 请 我娘呢 我叫我娘 皇帮主去开盖帮大会去了 你上完胡子好吗 最近这十一二年来 我才偶尔的 在丐帮的名册之中 见到和树 因积劳而逐步上升 但是从来就没有听人 撑到过他的武功 但是瞧他的身手 却非最近才得逢奇遇 功力往进 他在帮中一直语惠无露 难道为的就是今天呢 你说 此人是和家树 他招式虽咋 但是功力极为身后 好 看不出是豬兹和核架 Batt AK 他才会说说 他才会说说说 以后不要叫我大头鬼叔叔 叫我大头鬼 恩公说了 让我跟姑娘说几句话 大哥哥 不想得罪我爹娘 所以不来看我 你是明明答应过我的 不是不是不是 怎么不是 今天是我生日 他明明答应过我的 我不是说他不答应你 我是说他不是不来看你 你看你了 说话说得不明不白的 你快把事情告诉我嘛 恩公说了 要送给姑娘一件生日礼物 只是今日迟来看姑娘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他过来跟我聊天 你就跟他说 我宁卡早一点来 不要他费心帮我准备礼物了 恩公说了 这件礼物 须在盖帮大会上亲手教会姑娘 因此吩咐小兰送姑娘前去 看来时候不早了 请姑娘启程吧 我怎么出去啊 好 来 跟我走 你 七哥 你没事吧 你修一修矫精 上天再去跟他打过 他逗 他逗 我会斗不过他 你说什么 全球也跟我在地争你都打不过 这一场我胜了阅礼大爷 但不敢轻易做这帮主之位 等我找到了绿一杖打狗棒 杀了霍都 然后再回来听各位公爵 如果帮中哪位英雄心里不服 何某再次厚叫 黄堡主 现在帮中无人向我挑战 帮主之位先由小人站带 等我找到了打狗棒杀了霍都 然后回来再正式接管丐帮 黄堡主 你为丐帮辛苦了这么多年 劳苦功高 但从今天开始 帮中的事务由小人一力成当 你郭大侠应该回桃花岛好好安度晚年了 从此以后 盖帮中的事务 你们就不要再管了 大腿和事务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我母亲说出这么不尽的话 郭大小姐 如果你心里不服 请你走上前台 与我一决高低 要不然的话 你给我闭嘴 不许在湖那儿 娘 虎儿 不是 你女性没有做成帮主 你们一家子人都不服气 非得要把我赶下台你们才甘心 既然如此 这帮主之位由你传给叶里大爷别可 干嘛还这样故弄玄虚 搞什么比武呢 你 我现在宣布 有五代弟子和事我 接掌丐帮第二十一代的帮主职位 湘儿 你好大了胆子你 孟夫人 小人恩公神雕大侠马上就到 你见到他再发脾气也不迟 好啊 他如果敢公然来闹我丐帮大会 我也用不着跟他客气了 库儿 大队队 杨过 何帮主 你认识我杨过 郭伯伯 郭伯伯 郭伯母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 杨过 你可别乱来啊 郭伯母 您放心 我这次前来 是专程带礼物来为恋爱祝寿的 别无他意 小魏子 想不想他干凡帮主啊 我不想 我自己都管不了我自己了 怎么管别人呢 话这么说是没错 可是你忍心看你洪爷爷一生的心血 毁在这个狗杂种手上吗 这个帮主啊也是非当不可 来 听大哥哥的话 待会你上去的时候 知道吗 姓何的 瞧你一副短命像 我看你帮主之位做不暖席 恐怕就要一命误呼了 小妹子 上去给我打 郭伯伯 郭伯母 你们只需旁观 不用插手 你想害死我女儿不成 您别担心 刚刚我交给香妹一些花拳绣腿 又输了一些蒸汽给她 我想不出二十招之内 她一定能够摆平那个姓何的 打狗棒 鲁帮主的打狗棒 怎会藏在何是我的竹棒之内 我知道她是谁了 你知道她是谁 我说的是打伤你女儿女婿的 这个何是我 她不是何是我 那她是谁 你马上就会知道 你躲下 未能跟真的一�� 那你都拿出去了 是她 麥子,打得好 我幫你魯爺爺報了大仇 魯爺爺,我終於幫你報仇了 你在電之靈也可以安息了 好可惡子,全混入丐幫,不如半子生死 十幾年來,暗部就班,成為丐幫第五代弟子 直到整個丐幫玩弄於鼓掌之上 用此心計,是在讓人驚嘆 楊大祥,你真是了得,居然能洞西霍都的間謀 既奪回了打狗棒,又揭穿了霍都的真面目 你真是咱們丐幫的大救星啊 這次能夠揭穿霍都的計謀,全憑我那些五四海的朋友們 最先向我密告,霍都易容之事的,就是這位西山使鬼中的老大 不是不是,是恩公精明 在你們魯幫主遇害之後,吩咐小人去查,這才解破的 他還早早地布下了天羅地網 將霍都那一些潛伏在大盛觀一帶 預備必要是對在門發動攻擊的那會兒窩囊肺,一一卡著掉 小妹子,我知道你生平喜歡結交豪傑 我一共為你邀請了七百三十二位高升影士,一起為你慶祝生日 他們都在等著呢,我們走吧 湘兒,不許去 娘 娘什麼 郭伯母,幹嘛掃小妹子的信呢 萊皮狗,女人是我娘的女人,她說不許去就是不許去 小鬼,快跟你姐回去 郭伯母,小植是在不願意掃小妹子的信 我帶她走 今天晚上,我一定會送她回來的 到時候,再向你們請罪 小妹子,走 大叔,你讓我看那些胡去勾搭 放我妹妹帶到哪裡去就好 活兒,不得無理 這位陳柜,請問 您不用問我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警告你啊 你被敬酒不吃吃罰酒啊 你們這些 怎麼那麼蠻不講理啊 我確實是不知道 你們就是把我給打死 我也不知道 恩公是想討你們姑娘歡喜 她什麼事情也沒有做 你們幹嘛搞得這麼緊張啊 他們父子倆啊 真是我命中的災心啊 那老的呢 當年幾乎要了我的命 這個小的啊 現在又來跟我糾纏不清 總是還拿我的女兒來折騰我 你,你別老是往歪處想 說不定過人呢 純粹是想愛無其無並無其他呢 好了,你別再說了啦 今天丐幫大會上 她跟香兒的那份曖昧之情 就算傻子也看得出來啊 也虧她這份本領跟心情 居然邀請這麼一大堆的奇人怪事來賀獸 別說香兒這麼一個小丫頭了 就算我這把年紀啊 也會一亂起迷的 好,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我明兒就來個一樣畫葫蘿 讓你郭夫人的樂一樂,好嗎 我心情都壞透了啦 你還跟我開玩笑 郭蓬,我不是開玩笑 我是認真的 死賴皮革 早知道她打我妹妹主意 當年就該把她另外一條手臂給斬了 神雕俠 沒了雙臂怎麼拿進來 還能當啥嗎 她那條手臂是你斬掉的嗎 是又怎麼樣 誰叫她惹我生氣 你也是一樣 最好別做讓我討厭的事 否則我讓你好看 雖然說殺死霍都的是郭二小姐 但說到底還是楊大俠鞠躬之為 托迴打狗吧,揭露霍豬的陰謀 令魯幫主擋仇得報 她的武軍登風造極 在江湖上名望一事無二 她若是當咱們幫主 我看是最好不過了 可是楊大俠未必就肯答應你 郭姑娘 郭姑娘 嗯 該幫主擇盡視些勢力小 其實也不用都怪她們 如果換作我 可能也會跟她們一樣想 你說什麼 她比你年輕 手臂也比你少了一條 你還會不如她 你 走走走 我才不稀罕 她這個人真懂得磨人 她如果要叫你受苦 要你傷心煩惱 那她就會想出 比殺你更惡毒十倍的法子來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但我會請求你 等他們回來解釋清楚再生息好嗎 郭大爺 你以為她會說真話嗎 她會承認是要誘騙咱們的香兒上手 使她傾心相從 然後折磨的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好像我這個做母親的撕心獵肉痛不欲生嗎 郭伯伯 爹 娘 郭伯母 你為什麼打怕 我知道我管不了你 可是我管得了我自己的女兒 你快走開 郭伯伯你怎麼了 小妹子沒有做錯事情 你為什麼這麼凶的對她 她沒做錯 錯只錯在我 誰叫我生的女兒 一個兩個都比豬還要笨 先後都要上你的當了 蓉兒別再說了 郭伯伯不想多說 但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你為什麼花這麼大的力氣 為香兒祝壽 我想你們都誤會了 香兒是你們的女兒 算起來就像是我親妹妹一樣 她的身性豪爽 心低又好 與我甚是投緣 我為她祝壽 讓她開心 這有何不可呢 郭伯伯 您放心 香妹是個好孩子 她知道你心裡不高興 就是我帶她到會場 她也不肯留下來營宴玩樂 她向那些專程來為她祝壽的好姐們敗謝之後 就堅持要我帶她回來 香兒 香兒 娘剛才打得痛不痛啊 娘 我又不會再惹你了 對不起啊 郭兒 這這十幾年 你為什麼不跟我們通信呢 你是不是還在還在生我們的氣啊 不 我怎麼會生你們的氣呢 小直直因當年 我義父和洪朗前輩先世之後 機遇難淑 再加上這十六年來 我苦後與淪為相會之起 因此心情一直不好 為了怕累你們為我擔心 因此一直沒有到桃花島打擾你們 郭兒 郭伯伯每天都在念著你 你音訊全無 我真正擔心了你十五年 我最近呢 聽說這江湖上出現了一位神雕大俠 慢有四方 行俠仗義 形象的跟你相似 這這我才放心呢 對不起 雖然我一直避不見面 但是還是淚裡面為我牵腸掛肚 小直真是該死 郭兒 我還以為你跟我的香兒相似 是心存歹念的 說到誠信之人啊 我實在是遠不及你郭伯伯 郭伯母 做母親的心情 我是明白的 現在能夠得到您的體諒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好了 現在雨過天晴了 郭兒 咱們難得相聚 你就在莊內地多住幾天 郭伯伯要跟你好好地聊聊 這 不許拒絕啊 要不然就是瞧不起郭伯伯跟郭伯母了 對 這英雄大會呢即將舉行 群雄巨蜀一堂共商國事 如果多你這位神雕大俠出現 那真是增光不少啊 郭伯伯見笑了 在我心中當事務林 配成大俠的只有你一人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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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兒 不用你 燕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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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站住 你怎麼可以對自己的丈夫大呼小叫 你們兩口子又是怎麼了 要不說出來 讓我來替你們評評理 看看誰是誰非啊 你放心 你岳母是幫裡不幫親 絕不尋私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你們既然不願說那就算了 通通都給我回房去吧 不要亂跑 回去找湘妹說幾句話吧 不用去找 他跟著大坑和出去吧 什麼 郭兒一番盛情 廣邀奇人隱世高手 提他祝壽 我跟你娘的不忍心 掃他的信 所以呢 就請郭兒帶他出去玩樂 爹 人家輕輕松松幾句話 你們就給當真了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包藏獲心 故作誠懇 好讓你們防不慎防 這 一個人說話是真是假 是給看得出來的 楊過的本領這麼高 也就把你們這麼給瞞過了 天下間啊 最頂尖的撒謊高手 非你娘莫屬 誰都傍成莫及 要不然啊 當年的歐陽風 怎麼會栽在我手上 相信我給他念的是 貨真價實的九陰真金呢 要在言語上騙倒我實在難了 我倒是知道你的用心 要把娘替你說出來啊 咱們這個大小姐啊 脾氣是來得快去得也快 你跟她多說幾句好話也就成了 回去吧 好 那我先告辭了 哎 以為她嫁了人以後啊 就用不著替她傷神了 誰知道麻煩 比從前還要來得多 這人生在世 怎麼會沒煩惱呢 只要我們把這些煩惱 一點一點的克服 這就是人生一大樂事 這十幾年你是怎麼過的 我在大調的陪伴之下 專心地習武 我常常到海邊念見的時候 順便向過往的船客打聽 看看在南海豬島中 可有一位神靈 可是問過千百個人 竟然無人知曉 漸漸地 我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看來 十六年的期限未到 我很難和龍耳相聚 不過還好 想想這天 總算快來了 等我和龍耳相聚之後 我想帶她回中南山去 我在那個地方 種植了一大片 當年她在斷腸崖上 留給我的那種紅花 等她看到那一大片火紅的花海 想必她臉上的笑容 比擦奶的花朵還要好看 滾 滾 爹 大哥哥 張長老跟梁長老 他們找你有事 找我 走 楊大俠 你們找我 好 是這樣 有件事情想跟楊大俠商量一下 不知各位前輩有何私教 是這樣 畢邦魯幫主不幸事事 邦內又無傑出人才 皇前幫主又不太過問邦內事務 現在唯一一條路 就是請一位邦外的英雄 來加入 來率領我們這十幾萬弟兄 好主意 楊大俠 那各位請稍後一下 小妹子 你幫大哥哥辦點事情好不好 好啊 什麼事 你現在打扮得再漂亮也沒用 人家眼裡只有你妹妹 楊綠齊 你在說什麼 你那麼兇敢嗎 難道我說錯了嗎 你 依舊是陸家莊 依舊是英雄大會 不過風月無情人暗喚 人家現在只想討好你妹妹 不是你 別備份心思了 楊綠齊 你真是沒腦髒髒你 姐姐姐 什麼事 大哥哥請你還有姐夫到大廳去 有事商量 葉綠兄 葉綠夫人 楊大俠 莊長老 在下不才 但是有幾句心裡的話 不知該不該說哪裡 楊大俠有話請講 貴幫雪莉幫主 我是外人 本來不應該多言 但是有幾句真心話 不吐不快 葉綠兄文武雙全 英明神武 同輩之中無人能出其有 目前貴幫求財若可 如果能夠邀請他出任貴幫幫主的話 他一定能夠繼承紅 黃 魯 三位幫主的大業 讓蓋幫在江湖中更聽光彩 好 郭伯伯 郭伯伯 小石就是給我死了 郭伯伯 咱們難得相聚未成這麼快要走 多住幾天 是啊 你就多留幾天吧 小石有藥物在身 暫時告別 等我和龍尾相聚之後 一定會到桃花島 向兩位請安的 好吧 告辭 大哥哥 你不要走嘛 小妹妹 你有沒有到華顏寺去 幫我和你楊大嫂燒香祈福啊 我去過了 我求菩薩讓你跟大嫂可以早日團聚 平安快樂 謝謝你 等我和你大嫂重聚之後 一定馬上到桃花島去看你 各位 後會有期 大哥哥 大哥哥 祥兒 她既然有事情趕著辦 你就讓她去吧 黃幫主 咱們商量 覺得楊大俠所說 甚有事 若不是霍都搗亂 耶律大爺 恐怕早已是蓋幫幫主了 所以 蓋幫幫主一直 應該由耶律大爺繼承 我們只好 另選個好日子 為耶律大爺辦正位大爹 人是你們選的 我沒意見 是 姐夫 耶律幫主 恭喜你了 我沒意見 你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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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皮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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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站住 你這算什麼意思 我丈夫有的是笨 他不會有你的食神 可以出人頭地 只該幫幫主投資 你拿回去 別說那麼難聽好不好 誰適折誰啊 你現在不但侮辱了我 也侮辱了你丈夫啊 他現在 不然已經丟臉丟禁了嗎 你少裝好了 你今日所做的一切一切 不是為了要討我妹妹喜歡 也不是為了正義而戰 你只不過想讓我沒面子 我越是丟臉就越是高興 我想你是弄錯了 我沒弄錯 你恨我斬了你條手臂 所以儲信幾率要向我報復 你故意討我妹妹喜歡 來刺激我 故意讓我丈夫在台上威風喪靜 給霍渡打個落花流水之後 你才出現大顯神威 然後再把幫主之位施設給他 蠻屁股 你欺人太甚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罷 我並沒有存心要你們夫婦丟臉 我本來打算在霍渡動手之前 就把他拿下了 可是之前發生了一些事情 你騙人 你自吃無功了得 有一事會只能 滅我丈夫為父 滅我威風 我沒有騙你 我幹嘛騙你啊 我也是像你所說的 我做的這一切 都是衝著你而來 我現在幹嘛向你解釋這麼多 我應該做的事 指著你捧腹大笑啊 我應該說 姑父 你這個臭丫頭 你活還有今天 我就是純心要你們夫婦難看 這就是你當年斷我一隻手臂的代價 可是我沒有 因為我知道 什麼叫做報應 我一生其苦 是因為我父親做了太多的壞事 罪惡逃天 是該由我這個兒子 來負擔這一切的 我斷了這手臂 是因為我自己居心不良 想用卑鄙的手段 先讓你傾心相從 再利用你 來折磨你母親 我的心腸狠毒 我活該由此報應 我活該由此報應 我的武功 雖然比你的丈夫強 但是當一幫之主 並不光是打打殺殺這麼簡單 我想該幫推薦葉律琦 不是因為她是你丈夫 而是因為她是葉律琦 她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輩 我想你應該比我還清楚 當初你為什麼會選中她 為什麼會嫁給她 是不是 我要說的都已經說完了 如果你還是看清你丈夫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 你會看不起我嗎 你會看不起我嗎 我一點點 appeal 我去看清你 我愛了 我先找你 我想撓你 那群人 娘 明天我想去庙里 帮杨大哥还有杨大嫂烧香拜拜 你陪我去好不好 娘 怎么了 你杨大哥一生孤苦 上天也真亏待了他 他就快要苦尽甘来了 过不久 他就要跟杨大嫂相会了 到时候心里一开心 以前种种的苦难都可以忘记了 叫人担心的是 你杨大哥恐怕再也见不到你杨大嫂了 娘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十六年前 你杨大哥夫妻都受了重伤 你杨大哥呢尚有药可治 他的妻子却毒入膏肓 你杨大哥眼见爱妻难遇 他也不想活了 纵有仙丹妙药啊 他也不肯服食 那个时候啊你年纪还小 这些事情你是不会懂得的 娘 如果我是杨大嫂 我会假装我身体已经好了 这样子杨大哥就是要治疗啦 不错 我只是担心你杨大嫂当时就是如此 她在断肠颜流言 然后就不见踪影了 是为了要你杨大哥 安安静静地等她十六年 她大概以为十六年过去 你杨大哥对旧情也该淡了 纵然心里面难过呢 也懂得爱惜身体不会再图自尽了 那 那个南海神尼呢 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 世上根本没这个人呢 那天在断肠颜前 我见她一脸的七苦彷徨 心有不忍 只得捏造一个南海神尼 来安慰她 那你的意思说 杨大嫂已经死了咯 那十六年的新约 不都骗她的吗 我也不知道 说不定你杨大嫂龙姑娘 她还在人世 到了相约之日 我真来跟她相聚也说不定呢 要真的那样就谢天谢地了 万一杨大嫂已经死了呢 隔了十六年 隔了十六年 大哥哥在伤心之下 会不会再图自尽啊 我不知道 娘 其实你心里早已有数 杨大嫂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别再问我了 你是知道的 杨大嫂伤了那么重 有没有南海神尼来救她 她还能活吗 娘 我们去找大哥哥 让我把事实告诉她 无论如何 都要劝她 不要再图自尽 走 不管用的 她是个不听人劝的 从来她就只听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你杨大嫂 乖 别再担心了 娘 娘 爹 不好了 女儿去劝杨大哥 千万不要自寻短见 劝她听了之后呢 女儿急归 我告诉她 世上没有南海神尼这个人 一切都是我捏造的 她还是个小孩子 我不应该跟她说这么多的 这小鬼太不自料理了 杨过是什么样的人啊 这世界上除了小龙女之外 她肯听谁的劝 要是她肯听别人劝 她就不是杨过了 靖哥 江湖凶险 她一个小女孩子 四处乱撞乱场的 怎么了得呢 我们赶快去找她回来 不 这英雄大会即将举行 我不能出国而去啊 可是 群群聚首一趟 共商国事 我不能从权 我绝不能 这样吧 咱们先派丐帮弟子四处寻找 等英雄大会过后呢 咱们再加入寻找好吗 小姑娘 你哪儿去了 大师 我要去找一个人 找谁 大师 你都管闲事了 我跟你说了 说来听听 或许是我认识的朋友 或许我曾在道上遇见过 老那也许可以指点迷津 大师啊 我要找这个人啊 最好认不过了 他是只有一条手臂的 英雄男子 他或许呢 是跟一只大雕在一起 或许啊 就他一个人 你找的人叫杨过 对不对 是啊 你认识吗 我怎么不认识 他先后杀了 图谋复国的大辽霍毒王子 和他师兄达尔巴 是当时公认的大英雄 我试得他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大师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珠穆狼马 珠穆狼马 那不是天下第一高峰吗 天下第一 无人可及 小姑娘 你又叫什么名字 你又叫什么名字 我姓郭 单名一个箱子 我有个方外之交 与老那相知己深 如果没有他 我也没有金天光景 此人武艺高强 名满天下 也是姓郭 单名一个镜子 不知道小姑娘 是否认得他 我当然认识啊 那是我爹啊 哦 你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你出生不久 老那还曾抱过你呢 真的啊 大师 你还没有说过 你到底有没有见到我杨哥哥啊 老那昨天曾在红眉谷 和杨过纵谈拜日 他正在该处练剑 你去找他便是 红眉谷 我知道啊 红眉谷好大啊 我去哪里找他啊 好吧 反正老那还有话要跟他说 老那就带你去见他便是 谢谢大师 大高贵叔叔 乖儿姑娘 你怎么和这老和尚走在一起啊 他是珠穆朗玛大师 是大哥哥的好朋友 他现在啊 要到我到红眉谷 找大哥哥呢 谁说恩公在红眉谷啊 他说的啊 他昨天一整天 都跟大哥哥在一起 他昨天一整天 他现在啊 他 他骗你 他不是好人 文公多日整天跟我在一起 骗姑二姑娘 你到底打什么鬼 老那的事 你管得了吗 大高贵叔叔 是他自寻死路 怪不得我 你打死我 还能是吗 打死我 要打死你还不容易吗 带我练成龙像郭忍公 把你爹和姓杨的 都一把抓 再杀你们来寄我两个徒儿还不止 你 我是金伦法王 霍都和达尔巴是我的徒儿 霍都是我杀的 你要算他找我就行了 不要找杨大哥麻烦 哼 如果不是杨顾 就凭你 老和尚 我吃饭了 老和尚 老和尚